这两天和杰的热度很高 大概是12月10日左右 和杰更新一条微博 说北京是个破地方 微博一出 全国人民群众不乐意了 北京环境是不太好 但说破地方就有些不大妥 好歹也是我们的首都呀 说北京是破地方算啥 和杰还说 后悔自己是个亚洲人 他老公最近微博还更新了一首歌曲 名字叫散了吧 微博关注也是取消了和杰 然后又重新关注回来 和杰的微博 也全都是在努力把自己 打造成一个独立坚强的 单身妈妈的形象 至于到底离没离婚人家没说 只剩下一句蒙了两可的话 让大家去猜 事情发展到现在 和杰贺子明到底是离还是没离 我们都不知道 2005年金鸡奖红尼毯上 刚刚走红的超女和杰 在红毯上摔倒 立刻成为当天的交点新闻 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 在这个很庄重的时刻 被和杰撒了狗血 2006年和杰又突然晕倒在机场 心疼街街的粉丝 把粉丝当猴耍了 几个月后 和杰又出事了 这回是车祸 话重点 逢二十针 破相 毁容 留八 没死算命大 还说损失近百万 当时有人质疑是少错 天鱼立刻发律师函 告质疑的人造谣 离开天鱼后 和杰好像也没消停 没过多久 又爆出一次和杰的艳照 和士小龙分手后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受伤女人的形象 又是男舍士小龙 又是面容憔悴 后来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贺子明 据说这本来是神奇被介绍给安又齐的 结果被和杰截胡 安又齐还为这事写过一首歌 里面写道 我爱上谁 为何你也爱上同一个谁 公布恋情那天也很有趣 和杰新专辑发布会 贺子明熟捧九十九朵梅果出现 第二天 贺子明转过头就告诉媒体 这一切都是和杰公司找他安排的炒作 后来和杰结婚了 万万没想到 结婚那天还摆了李玉春一档 事情是这样的 和杰结婚 媒体问李玉春为什么没到 和杰说 我给他发短信了 但是他没回 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李玉春向来从不回应任何传闻 但这次李玉春回应了 说他翻遍了所有信息 都没收到过和杰的邀请 李玉春还对和杰说 要对得起天地良性 和杰随后方了 联邦改口说不是发短信 是发的微信 而且还是群发的 当我们都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和杰产后付出 提到的第一个话题 居然还是李玉春和他的婚礼风波 还真是没完没了啊 超级女生两个冠军都跟和杰闹翻了 他搞砸人际关系还是很有手段的 所以无论和杰这次是否真的离婚 他以前的炒作都像一个紧重在说 狼来了狼来了 但是已经没人信了 说实话 至今我也不懂 当年和杰要人气有人气 要名气有名气 洒那么多狗血 炒那么多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事先自己形象太正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